诶 你买的啥呀 我说什么是工迪吗 我要买这花瓶什么的 这么朦装 我画不到这么厚的好吗 当然了 你也该去去化妆了 你化了挺好看 算了吧 我可不习惯 我喜欢了 你们先去 你先去 明天的课 啊 没必要吧 这是大学生预习啊 这位女孩 我好了 不是 你就穿这个呀 我衣服都是这位空族 我记得你这件衣服啊 嗯 走吧 诶 等一下 你上边了没有啊 就这个我看一下 这个全景了 诶 那你手机上的一名 他真的成了 我们一个宿舍了 你还是给我看一下吧 啊 你刚刚看到 女人夸我唱歌了 听了没 这个宿舍的KT 就没有看见 这不错 还是大合唱的 是啊 这样子上去 KT 回来KT 哎呦 顾了吧 明天还要保护 训练习近乌色 是打算洗洗洗碗了 嗯 那小孩找一块美容 行不行 来 借我一下 借我一下 你这哪呢 快点快点 你看 明天 Much later 哎呦 不能忘了 一天的事了 你们才起呀 这不昨天玩玩 你还起玩太晚了吗 明天你去忙什么了 我找了个大公司实习 最近要我参与年度大项目 我随着忙 可是你都没什么经验 怎么做到的 我最近不是经常在 骚扰上盘听一下 俩大学生 直接发展的全家配对嘛 发现里面居然有个 大公司的人学校啊 他给了我很多 直接发展的建议 还没有吃的经验和技巧 我都想不到 说他能用来学习 找工作这些 人与人的差距还挺大的 哎呀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嘛 明天 你算去大公司 我能找一瓶钱 自己穿业都算了 到时候可以带你们一起 算了吧 再答应他 还能玩几年 你们不解了 哎呀 我真的不知道 以后毕业要干嘛了 我也得去 哎 你也别打算了 我那项目已经播出车轨了 准备毕业证了 我先坐一下 早上就真的毕业证了 你俩应该早点做打算的